8月15日,仪器大众ID7VZ在佛山MEB智慧工厂正式发布 ID7VZ共推出了4款车型,售价区间是227777到262777元 在动力方面,ID7VZ为用户提供了四驱和后驱两种动力形式 续航方面共有长续航的642公里与四驱版的570公里两种综合续航来选择 大不一样,ID2.0智能全面进阶基于MEB平台的四轮四角的设计 拥有1910毫米的同级最优的有效乘坐空间 为驾驶员以及后排的乘客带来大不一样的舒适空间体验 在造型设计上,车型采用了自由执行的设计理念 让美学与功能实用也可兼得 更加流畅的车身线条带来0.23的更小风阻 同级少有的超大先辈设计带来1036毫米的后备箱开口 521升的超大后备箱空间 以及1629升的后备箱延展空间 为满足中国消费者对智能互联的高需求 ID7VZ手采大众品牌多项技术实现智能座舱全面进阶 搭载15英寸智能2K悬浮屏 并手采大众品牌全新一代车机操作系统IDOS2.0 UR的界面设计更加简洁也更符合当下的审美 车机操作体验也更加的流畅自如 其内置ID MAC AR智能管家 以及科大讯飞语音交互系统实现可见即可说 语音识别力可达99%以上 且对指令响应时间只有423毫秒 文字上屏低于1秒 让指令下达更加的便捷 彻底解放双手 区别于普通的HUD 新车全系标配AR HUD智能导式 通过双层的视觉信息 将导航信息与实景路面叠加 提供更加清晰 更加直观的信息显示 以及更广阔的视野 用车时代到位的安全是何 IDCVD采用高强度钢铝混合车身 高强度以及超高强度的钢占比高达81% 而独有的三明治门槛结构 和两根采用航母级材料的加强衡量 为车身以及电池提供双重防护 在三电安全方面 IDCVD对每个电芯 都进行了100%监控 新车采用铠甲电池科体机构 在抵御来自外界的撞击的同时 还是能够隔绝来自电池内部的起火风险 安全驾驶方面 新增了交互式的变道辅助功能 当驾驶员拨动转向拨片时 系统会在判断道路环境安全的前提下 择机完成变道动作 此外新车还配备了21项的主动安全配置 覆盖了全旅程场景 中文字幕组合讯者 杨栋梁